大家好,中秋节快到了 老罗叔叔频道的视频也更新到了第十期了 在这个节点,老罗想送个中秋节大礼给大家 在此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团团圆圆,合家幸福 在这期视频当中,您将学到2021年免费数字化生活教程 具有root权限的四核CPU26G内存的OKToto云 安装远程Linux桌面教程 我是老罗,大学生们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化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打造数字化生活 数字化生活请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了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如果觉得好,请点个赞,觉得可以 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实时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一出立马把你来召唤 本期OKToto云服务器的视频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材料准备阶段 第二个部分是注册流程概述 第三个部分是过程演示 最后一个部分是上期流程回顾及问题解答 老朋友们都知道 好,免费OKToto云申请前的准备还是分为五个部分 首先网络部分 OKToto云任何网络皆可访问,这个请大家放心 第二个硬件部分 只要能上网的设备 电脑 Pad都可以 第三个是邮箱 一个固定的邮箱用来激活任何链接 第四个是GitHub GitHub账户用来绑定OKToto的登录账号 第五个还是耐心 耐心是完赚任何免费资源的前提 最后在这里友情提示一下 网络的任何免费资源都有些时效性 使用上有局限性 不能跟收费资源从日而鱼 厂商也随时可能收回资源 所以觉得不满意可以购买收费资源 在这里就无需多言了 这里提醒一下 本频道的所有视频根据其时效性会在频道下方 视频下方发布一个置顶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免费OKToto云的申请流程 分为五个阶段 首先要登录自己的GitHub账户 代用第二个登录OKToto云 点login按钮 使自己的GitHub跟OKToto进行绑定 绑定之后需要激活OKToto账号 用GitHub所在的邮箱 里面会收到一个六位数的激活码 填入OKToto的提示栏 点击激活即可 之后就是部署OKToto云 在OKToto云中 Deploy一个我提供的叫mooncake月饼的GitHub的Git链接进行部署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嘛 老罗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也希望大家给老罗觉得视频好 这里点个赞 觉得可以 那你也可以收藏 然后点开小铃铛 这样有老罗有新的视频就可以自动推送到您的手机 好 在部署完成后 一般需要等待三到十分钟 这个老罗经过测试的 因为你分配到的一些机器有可能会不同 最后通过网页远全登录 在自己的浏览器中输入前面OKToto网站生成的一个网址 或者直接点击这个链接 你会看到一个叫NoVNC的这个界面 然后你就输入默认的密码 老罗给的默认密码是安靠罗 然后就可以登录您位于美国的谷歌云的Linux桌面了 您就可以借助这台OKToto云LinuxVPS的桌面 进行很多自己喜欢的实验操作了 大家好 我们现在先登录OKToto的网站 点击Login 好 Login with your GitHub 然后输入你的GitHub 等待邮箱的六位数激活码 这是你GitHub绑定的邮箱了 好 我收到了 填入 好 点击认真 好了 你的GitHub就跟你的OKToto绑定好了 现在我们要Deploy 点击Deploy 点击Git URL 填进去 我们给的URL 好 现在就可以进行自动化的Deploy了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快则三四分钟 慢则十多分钟 其实大家稍安物躁 这一期算比较简单的 基本上有GitHub的朋友都可以玩 所以也算一个中秋大礼包中秋将至老罗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 moon cake吃到饱 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的项目也起名为moon cake月饼 好 不说好了 点击那个链接 这里密码是安靠罗 好 登入了 很快啊 现在先打开火湖浏览器 进行常规查看 先开IP地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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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IP的伪装情况 美国IP 谷歌云 对吧 好 好 谷歌 我们云 美国 好 好 伪装也到百分之九十了啊 好 好 看一下速度 我只测了一次啊 差不多下载在一百五到两百之间 一百五到两百兆之间 上传在一百兆左右吧 大家可以自己测一下 也是根据自己的部署的不同而不同的 不同的机器有可能它的网络 连接和它的速度也应机器而异 不过还是挺爽的 大家觉得好 大家觉得好就给老罗点个赞啊 毕竟这个东西只用浏览器打开 就可以直接登录到 直接登录到 Linux机器里面去玩了 还是挺省事的 人人皆可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有几个CPU 有多大内存 这是有root权限的啊 基本上26G的内存 4个CPU 4个CPU啊 4核CPU 一般当云主机是够了 大家可以中秋节好好的玩一玩了 它具有root权限的 又有远程桌面的 Linux的谷歌云主机 还是挺好玩的 好 现在又到了我们的等登登阶段了 我们来用图形界面来看看 它到底有几颗CPU 有多大内存 中秋节嘛 在家里就是要欢乐快乐 拿着这台机器玩玩 享受一下 好 现在要敲入命令了 apt install mate-system-monitor 先装一下 放好之后再跑一遍 马上 登登登 出来了 觉得好 请订阅点赞 点击小铃铛 赞吧 好 这里 回顾一下上期视频流程 及对问题做一些解答 上期我们的视频是免费 Railway云64核CPU256G内存服务器桌面安装视频的回顾 首先30天以上的Github账号 Fork 就是权限 我们可以安装桌面和VNC 然后我们进行一些文件夹的伪装 这个就是上期大致的一个流程 好 这里回答一些朋友 在群里或者留言提出的问题 首先有朋友说 为啥我的7001端口老是报错 那这是因为你的端口占用导致的 你换个端口试试 第二个 有些朋友把老罗给的默认port80换成443 讲就不行了 那这个肯定不行啊 老罗是默认的代码里边是用80端口打通了原成的SSH的 你换了肯定就不可以了 最后还有一些朋友问 哎 realway 这个云有什么玩法可以搭网盘系统吗 这是可以的 在群里边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搭过了 这个是证明是没有问题的